大家好 欢迎收听静眼报的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TikTok的话题 TikTok这个应用成为中美角力的磨心 已经是好几年了 美国一直怀疑TikTok的数据 就会被中国政府所使用 这种担忧我认为是极为可笑的 不过TikTok也对这种担忧做出一系列的措施 希望藉此就平息美国对TikTok的疑慮 很不幸的就是无论TikTok做多少事都好 因为核心问题就是TikTok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政治磨心 所以去到今时今日TikTok仍然是一个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3月5日时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就公布了一项立法提案 就要求中国的科技公司字节跳动byte dance 需要在165日之内将他们的应用程序出售 不然TikTok就会在各大商店上禁止上架 而两天之后这项提案就获得全票通过 这种根本就是强盗式的逻辑 小想不到一个经常标榜着自由贸易、言论自由等等的国家 竟然就出现集体挾逼一家公司要将他们的资产 脱离 你说这种行为不是强盗的是什么呢? 事实上美国自己都有很多问题存在的 例如有变境的问题 还有澳湖战争的问题 甚至乎加沙的问题 很多事情都需要处理 不过要做起坏事上来 可以看到 无论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大家都变得非常齐心 而且也做得非常快 从3月5日发表的提案竟然可以获得快速通过 通过了之后 拜登也出来说会对这项提案表示强力支持 更加会第一时间签署将它成为法律 而更可笑的就是拜登的竞选团队 没多久之前才在TikTok上开了个新账号 就是为选战做准备做宣传 拜登的竞选团队 希望借着TikTok的平台 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年轻选民 甚至也发布了有一系列的短视频在TikTok这个平台上 他自己也用 当他要签署针对TikTok的法案 也毫不搜远 要知道拜登在2022年也签署过一项法案 就是禁止美国联邦政府 近400多万的员工 在他们的政府机构上的设备使用TikTok 那就奇怪了 既然政府禁止员工使用TikTok这个应用 但是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 竟然也走上TikTok这个平台上开一个账号 这些明显的冲突 可以看到要无耻起来 也颇为彻底的 难道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 他使用TikTok平台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国家安全问题吗? 当然了 为了赢得选举 总之出什么喇叭手段都没所谓 在美国人眼中 TikTok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工具 可以随时成为竞选总统的一个平台 同时也可以成为中美国力的磨心 要知道美国近年以来真的有很多很多怪论 例如中国制在码头所使用的起重机 最近也有国会议员把他拿来做话题 就说这些中国制在码头所使用的起重机 可能会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还说这些中国制的起重机 可以让中国政府以远程的方式将这些机器突然停止 这些匪夷所思的说法 真是美国人才说得出的 不过其实背后的目的 都是希望继续推动对中国的仇恨 再加上 像TikTok这个平台那样 第一 他不是一个由美国人所开发的平台 第二就是 他在美国非常受欢迎 简单来说这个平台是不受美国政府所控制的 在未有TikTok这个平台出现的时候 美国有各大的美国媒体 视频的平台有YouTube 基本上其他国家是没办法能够打入美国的传媒界的 加上荷里活生产大量的娱乐内容 再结合美国媒体的传媒优势 真是可以说能够做到滴水不漏的 很不幸的就是 去到近年以来 就竟然跑出一个TikTok 如果TikTok能够受到美国政府所控制的话 基本上就不会成为中美国力的磨心 但是较早前 TikTok的CEO周秀之就说到 TikTok会是一个不受世界任何政府所操控的媒体 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尊重言论自由的媒体 这个说法就真是令美国难以接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美国过往的宣传机器来说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大家也可以试想想一下 当政府需要对某种议题 以单一的角度来做宣传的话 但同时在另一个平台上出现对这个议题的反对声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宣传方面就会造成试配功半的效果 例如在去年美国所发生的一列火车出轨的事件 那次的火车出轨事件 是造成非常巨大的污染 因为那列火车是装载有大量的有毒化学品的 而更为人救病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一宗意外 美国各大媒体竟然出现颇为令人感到偏颇的报道 反而有不少的视频被人放到TikTok上面 就发现那次火车意外附近的一些河流 就出现大量的鱼类死亡 以及在空气中也离慢着非常刺鼻的气味 而这些情况竟然没有在主流媒体出现 所以也给人一个感觉就是 是不是美国政府对这件事有隐瞒呢 不过无论如何隐瞒也好 从那次火车出轨的意外 美国的基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 最惨的就是有比较就有伤害 不少人也将美国的基建问题 与其他国家作一个比较 尤其是目前美国最为之憎恨的国家就是中国 当作出比较的时候 也令很多人質疑 究竟今时今日美国发展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另外也有在去年年初所发生的气球事件 那宗的气球事件 但是说了半年都只是那三笔 所以不少美国的主流媒体 也导致很多人都不再相信 宁愿自己看TikTok 也不看CNN、纽约时报等等传统媒体 甚至乎也直接影响了不少的时事评论员的生计 因为很多人反而更喜欢在TikTok上看其他人对时事评论的一些短视频 因为这类视频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更加真实和贴地 所以这种情况也令不少的传统媒体感到非常不满 而正因为TikTok可以说得上是一个不受美国政府所控的媒体 并且已经是认识出另一种的声音 既然TikTok不听话 很自然 美国政府不就要封杀它 无论牺牲多少钱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最终的问题就是 TikTok可谓影响着整个的意识形态 传统的主流媒体不单止没一口好吃 更令到美国政府在宣传上受到空前的威胁 宣传机器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 运了 当然就有TikTok摆在那里督眼督鼻 所以要封杀TikTok也是真的自然不过的 甚至乎要牺牲所谓的自由民主以及言论自由都在所不惜 在过去这几年面对着美国政府不停向TikTok施压 TikTok仍然是保持忍让的态度 但是走到今时今日 TikTok还可以忍得多久呢? 这次TikTok利用了他们自己的平台上的通知功能 就弹出一条信息 这条信息的内容就是 国会已经是做出计划就要全面封杀TikTok 你的政府在剥夺正在在宣法赋予美国人的言论自由 这个不单是损害数百万的企业 更是摧毁全国无数创作者的生计 更是剥夺艺术家的受众 所以为了要给到你们的国会议员知道TikTok对你做些什么 你现在就要向他们打个电话 向你们的国会议员反映你的看法 和要求他们投票的时候投下反对票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 不少的国会议员竟然都收到 例子成千上万的电话投诉 这一照可以看到TikTok这个平台的威力 一时之间 不少的国会议员的电话可谓响过不停 而这些电话亦是来自美国各个阶层的 无论一些小用户 甚至乎一些大牌网红 其实有不少人都很依赖TikTok来做生意 有人利用TikTok来卖产品 有人做网红拍短视频 每个月都有稳定的收入 但当这个来自TikTok的信息 彈了出来后就令不少用户感到担心 所以亦纷纷支电代表他们的国会议员 并且表达他们的看法 好了 一时之间这些国会议员都收到 大量的 例子他们选区的选民的来电 根本就应接不下 当中有非常多的 都是夹杂着大量的粗口 一时间真是头都大了 不过不少的国会议员反而更加警告 TikTok这样做是非常无耻 而且摆明就是煽动美国民众 来反对他们的国会 喂!这些国会议员要聆听民众的声音 这不是他们的工作吗? 竟然一一都不想聆听他们选民的声音 原因就是什么? 原因就是TikTok这个平台太不听话 所以就必须要封杀要制裁了 就算美国人怎样反对也好 这个目标也是改变不了的 我们再回来看看 在3月7日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和商务委员所提出的 法案内容 当中就有20位的民主党代表 和党组的律师团 提出一项法案 就是给TikTok两条路选择的 一个就是在6个月内 将TikTok的资产 卖给一家美国公司 不是的话 TikTok就需要在各大美国的 应用商店彻底消失 其中一些细节条款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祸客 例如如果在应用商店 继续提供TikTok下载 每一次的下载将会被罚5000美元 而众议院的能源商务委员会 很快就将这个法案进行投票 以50比0的压倒性票数通过这个法案 并且会提交决议 未来的星期三 这项法案 就会提交到众议院 进行最后的投票表决 一旦获得通过 就会送到总统办公室 由拜登进行最后的协处 而拜登也已经表态了 如果表决结果一出 就会立即同意 将这条法案成为正式法律 这种以法律的方式 来到去抢夺一家外国公司的资产 全面封杀TikTok 迫白 TikTok要从字节跳动 这家公司来脱离 虽然TikTok也立即采取自救的行动 要求美国人 要向他们的国会代表反映意见 我自己就认为 这种做法恐怕都无济于事 但是就细猜不到 特朗普竟然就有一名关键的人物 就对这项法案持有保留的态度 这个是谁呢 真是猜你都猜不到 这个就是特朗普了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就发了一条贴文 就说 如果你弄走了TikTok 那么Facebook的生意 就会加倍 但是Facebook 在上届的选举之中 就大量造假 我就不想看到Facebook 做得更加之好 因为他才是美国人的真正敌人 你说是否很讽刺呢 第一个要提出全面封杀TikTok的 是特朗普 他在2020年多次说到TikTok 在威胁美国的安全 到了2022年的时候 更加签署行政命令 直接封禁TikTok 和微信的海外版 不过最后也遭到美国法院阻撓的 过了几年了 想不到特朗普 竟然成为唯一一个 帮TikTok 说两句话的政客 不过我相信 特朗普其实 他真的不太介意TikTok的将来 他只不过借TikTok 来到去骂两句 根本帮不了什么忙的 好了 接下来的星期三 众议院就会对全面封杀TikTok的法案 进行正式投票 我自己的估计通过的机会 可以说是99.999% 那TikTok的下一步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还是只能眼白白看着 TikTok要放弃美国这个市场呢 TikTok这间公司面对着 美国政府的国家机器 真是无可奈何 不过从这件事 也再次暴露出 美国来他们的立国资本 和他们一直所提倡的 自由民主和言论自由 恐怕就越走越圆了 不过有人就说 中国够封杀 推特啊 Google等等公司 其实你是不能够 拿这些例子 来与TikTok做比较的 为什么呢 Google啊 推特啊 等等的公司 不能够在中国做生意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愿意 遵守中国的法律 更加不愿意 让用户的数据 放在中国境内 既然这些美国公司 不愿意 遵守中国的法律 自然也不能够 在中国做生意了 但是TikTok就不同了 TikTok是愿意 遵守 美国各项的法律 甚至已经把美国用户的数据放在美国境内 并且由美国的公司来管理他们的数据 但是连遵守一切美国的法律 都要被美国政府这样的打压 那么美国就还好意思说 中国政府封杀Google 封杀推特 小想不到 美国作为自由民主的灯塔 竟然自己拆了自己的灯塔 没错的 TikTok恐怕会损失美国的市场 但是美国人 拆自己的灯塔 所造成的损失 恐怕就被 TikTok带很多很多了 有关TikTok的话题 今次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